当我们拉下来的这些文字啊 如果你想要修改它的话 像这个就是文字方块 文字 好这是一个文字的物件 然后呢我们只要在这一个文字的物件上 快按两下 它会带出文字设计师 然后在文字设计师 其实跟PowerPoint很像 我可以进来之后 反白就可以打字啦 例如说我们可能是 今天日期好了 2016年的10月13号 好然后我想要把它摆到其他地方去 OK或者是我想在下面再加一行字进来 因为它这边是预览的时候 它有其他的动画效果 对有动画 好那我想要再加字上去 在它的下方 我可以点上头的T文字工具 空白处点一下就可以再打字 例如说 OK好然后呢一样点了它后 摆位置 那我想要让它的字可以搭一些 你可以直接拖 直接拖房 好直接拖放 或者是左侧 这边有很多的跟文字有相关的功能 好例如说字圆预设 组是各式各样的文字的样式 直接点直接套 字形有字形大小颜色 字体有阶层色可以设 好然后呢导引字形的阴影 跟外框字等等 以此类推 就跟一般的文字设定非常的像 就直接点点 这就可以设定了 好所以增加文字只要会T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当我们在预览的时候 它会多一行字 可是你发现冯雅大学的字数不会动的 因为我上面这个10月13日是预设的 所以它本来就加了动画效果 可是冯雅大学是后来我才给的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给它那个动画效果 那如果你要给它动画的话 在左侧的特效 点了这一个文字方块后 在这个特效的位置 你可以设定开始特效 像这样 不太适合这个例子就是 每个特效感觉不一样 你可能要抓一下下 好那它是比较适合从中间往外扩 所以你就是找比较相似的特效的样式 滑鼠鱼上去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去做一些变化 好那预览会比较快 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这是开始 开始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结束 一样的结束 你就找一个结束 OK就这样离开 好所以这个字如果完成了之后 按下储存 当我们在预览时的 第一个字就会呈现 而且吧 然后等它一下下之后 它会再离开 因为我离开退场特效 上面那个没有退场 你可以自己去加退场 这样有问题 所以字是这样来的 包含如果在影片中的文字也是 你只要把它拉进来 都可以做影片中文字的呈现 它都可以跟你的影片互叠在一起 例如说我们给它不同的招式 那你可以把它拉进来叠着 当我在播放前面这一个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 第一个字 好所以我们可以先加 来快两下 这个字 我要让它第一招 第一招 好 我不知道滑板的第一招叫什么 但我知道软体的第一招 这个叫速度 重播 重播即倒播 重播即倒播 OK我就用重播即倒播 enter 它会带上去 好所以播放的时候 第一张 重播即倒播 这有点近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好 这如果太近 就把它拉开一点点 拉过来 然后次跟次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到旁边去设定 这个 次整次元间去 这个 你可以把它拉回来 零 拨一下 长这样 同学了解吧 好第一招重播倒播好 然后我这个做完之后 我希望我希望等一下可以重复用 因为我有三招 记得我有三招 所以这个招式我要出现三次 好 来那我怎么办 我这个第一个做完之后 它只有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拉第二个 是不是要改 可是甚至于如果你有做了颜色的调整 你都要再改一次 所以在微导中有一个还不错的概念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做好的 这一个文字范本存起来 它可以存起来 我可能要打一下负 好上去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做好 我改一下颜色 让它感觉不一样 我的黑的好恐怖 这样知道吗 对我就知道它有不一样的颜色这样 好来存起来 这里有个另一存型档 存起来 好这是我自己的 这是招式 招式说明 这有文字都可以自己存 招 存起来的意思是它变成范本 以后别人可以重复使用的意思 其他章案档也可以重复使用 确定 好 确定 好 这样就存起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招 你看一下它出现的时间点 让它跳完 好停 这边没有了 挖苦 短一点 短一点 这是第一招 好把它剪掉 把它剪掉 那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还没有马上出来 所以我希望它开始跳的时候 第一招才出来 所以我一样修剪 我就把这个招式名称 刚好框在它出现的位置 听懂吗 好 刚刚好 来再一次哦 那刚才存起来它会放哪 它会放在文字 工房里面的字顶 就是你刚刚自己做的 好 所以就可以再把它拉下来第二次 这都打好的 好 那你先找位置 好 这个字到这边停 好 到这里哦 时间到这 所以你把它变到这个位置 修剪 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 拨 第二招 停 好 再把它缩短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修剪 只要对到你要的位置就好 好 改文字内容怎么改 对 两下 两下进来 好 这是第二招 你就改第二招 好 另外一次Enter就会打进去 这个是速度 慢动作 好 储存 不觉不问题 好 第三刀再拉下来 痛结 那拉下来的时候 它位置是不好 放下去会滴到前面的字哦 后面的一个字 你把它先放后面 先缩小 对 再拌过来 好 来第三招 第三招是它会跳起来 冻结 所以要找到第三招预备的位置 这边第三招 好 往前一点点 冻结 拨 往前 回来 停 好 差不多 缩小一点点 修剪 好 快等一下 这样不问题 这在进阶一点点的文字处理哦 好 然后 等一下我快点到了 快点一下进来 我把它改成第三招 冻结画格 好 这边 冻结 确定 储存 好 三招做完了 所以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文字去呈现 然后它们的格式 动画 通通相同 你就可以重复使用 不用说每一次都要打一次 每一次都要设定一次 那个很浪费时间 这样知道我也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一导中 蛮好用的一个 重复使用的一个技巧概念 尤其在文字上 我觉得像这个很常用到 几率很高 好 所以打文字 只要在上头快按两下就好 会不会 所以这个你也会咯 快按两下就好哦 这样有点 快按两下就好 来 试试看看 所以你要先做一个存起来